大家好 今天是1月29号 这几天发生了三件大事 都说明了习近平他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第一件大事呢 就是中国政权在冬奥会上不断的造谣 胡说什么 美国给捣乱的这些运动员呢 要发奖金 准备呢在大规模的搞一些抗议活动 示威活动威胁到冬奥会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王岐山他的大秘董红比判了死缓 这是非常严重的处罚 实际上呢是习近平在敲山震虎 跟孙力军案呢实际上是非常的相似 他担心的是党内有实力的两派 江派和王岐山派呢 有可能威胁到他的权利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台湾的问题 台湾非常的危机 那习近平呢 就派他的驻美国的大使秦刚 昨天呢 在美国的媒体就居然说了 说美国如果支持台独的话 两国将会面临着军事的冲突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冬奥会 现在习近平呢 特别想把冬奥会来办好 冬奥会办好之后呢 他也可以顺利的为爱尔斯坦呢 做准备 冬奥会呢 关系到他的面子 他就像2008年的奥运会呢 当时举办的还不错啊 所以胡锦涛啊 赢得了太多的面子 中国呢 也一下觉得自己非常强大起来了 那这次呢 冬奥会啊 信平把它当作一个重点工程 那他现在担心的呢 一个是疫情的问题 有些外国的运动员呢 官员呢 比查出有这个病毒 那这个引起很大的恐慌 他们为了保证这个疫情呢 不受干扰把这些所谓的冬奥会呢 放在一个泡泡里面 跟北京其他地方给隔绝了 但问题是这个泡泡里面 一旦传染进去啊 那所有的人给感染呢 这个冬奥会就办不下去了 所以疫情呢 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更大的一个困扰呢 他面临的危机呢 就是政治方面 那他担心呢 有些运动员呢 强调言论自由啊 突然打出一个横幅 反对新疆的种族秘诀 或者说支持西藏啊 等等 为了应对奥运会 引起的政治危机 中国政权呢 昨天在中国日报 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说呢 美国政府资助了全球的运动员 在冬奥会上 会采取很多的措施 比方说打横幅啊 喊口号啊 甚至禁赛 罢赛 这种方式呢 来抗议中国的人权 那这次呢 完全是恶人先告状 完全是无中生有 因为美国中国大使馆呢 专门就这个事情声明了 我们根本没有介入 冬奥会的任何的事情 不仅说是美国运动员 就是这个 全球这些运动员的这些事情呢 那美国大使馆 根本没有介入啊 这个完完全全呢 是中国政府啊 他提前做的 一个警告的工作 他担心呢 有这个危机啊 所以提前呢 来进行警告 警告西方国家 绝对不像这样做 那美国大使馆说了 所有的运动员呢 他都有言论自由 他们做什么呢 跟我们这些政府呢 也没有关系 那习近平呢 在前段时间啊 专门也说了 就是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 如果做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 将受延长 甚至呢 要驱逐出境啊 甚至要把你拘留啊 等等 海外的一些人权组织啊 也说就是如果运动员呢 在奥运会期间呢 要抗议中国的人权的话 他的人生会面临到很大的危险 那包括中共呢 跟美国运动员都配了这个奥运通 所以你说什么 在社交媒体上说什么 然后你的行程啊 都在他的监控之中 所以面对奥运会这样一个 很大的对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政治危机呢 他现在全力以赴 进行应付 当然应付的手段呢 包括他不断的造谣 就像前段时间 他造谣呢 说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 美国驻华士官的所有人员 全部撤离 目的呢 就是搞乱奥运会 目的是给中国压力等等啊 这些全都是中共政权呢 他造的谣啊 所以对他的造谣呢 绝对不要相信 第二件大事呢 就是王岐山的大秘董洪 比判了死缓 判的是非常的重 他贪污了四个多亿啊 那贪污的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举措呢 实际上跟前段时间 把宋立军揪出来 说他有政治团伙 然后推出了一个片子 叫林荣人 那个片子的核心呢 实际上就是宋立军的团伙 那这两个事情呢 放在一块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 他在应对反习势力 对他政权造成的危机 这个危机呢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习近平要在二十大胜利的连任的话 他首先要应对的是党内 对他不满的身影 党内啊 很多人对他不满 但是很多人呢 没有实力 有实力的只有两派 一派呢 就是江派 江泽民 曾庆红 还有他们这个 孟建珠啊 这些人 这些人有实力啊 有金钱啊 有人脉啊 他们如果真的发动 各方面的一些反对运动的话 那足以在党内社会上 造成很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这个人呢 他本来自己不是太子党 但是他做了太子党的女婿 所以这样一种外戚呢 他需要更多的一些努力 所以他学习方面 抓得很紧啊 所以他也是非常有才干 他有才干呢 所以在党内呢 他也混得不错 各方面呢 他也显示出他的政治才干 那这些才干呢 让习近平非常的肚气 虽然呢 王岐山呢 帮着习近平 把这个薄熙来周云靠 那些一个一个枕倒 让这个习近平呢 顺利的登上了皇帝的位置 但是习近平呢 对这个宫高镇主 非常有才干的王岐山呢 非常的忌讳 那以后呢 如果反习势力都跪到王岐山那边呢 那这正是习近平最担心的 但习近平呢 对付王岐山 对付江派 对付孟建柱啊 对付这两派呢 还不像以前他对付周永康 不会起来送正财 对付这些人的话 他直接给抓起来 给你判刑 判个武器啊 判个二十多年 一直把你关死 那手段是很残忍的 但是他目前呢 对付江派 对付王岐山呢 他采用的是 敲三正虎的方式 就是把你的勾腿子 抓一个狠狠地判他的刑 然后给你足够的压力 叫你不要轻举妄动 那董洪就是这样 董洪呢 是跟着王岐山 跟得非常紧的一个人 他是就是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党实习毕业 他是83年毕业的 那现在党实习啊 出来的人都是要去档案馆啊 就是工作都是非常差的 那在80年代 那个党实习出来 那了不得 结果他到中工委啊 做了博一博的这个秘书 从此他惯用很痛 那董洪呢 后来就认识了这个王岐山 王岐山是学历史的 董洪也是学历史的 所以两个人呢 抽过一箱头 很快呢 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后来王岐山呢 掉到广东啊 做副省长的时候 就把董洪调过去 帮着他来一块 做清算这些公司啊 银行啊这些事情 后来王岐山调到海南的时候 那把这个也调到海南呢 做他的秘书啊 后来王岐山到北京做市长的时候 那董洪呢 又到北京市啊 做这个副秘书长 那后来到中纪委的时候呢 那董洪呢 也做了中纪委的熊师组的副组长 所以说他一直是跟着王岐山 而且这次的判决书上特别指出啊 他的贪污呢 就是跟着王岐山开始的时候 他开始贪污的 就是在广东的时候 他开始贪污的 然后在海南啊北京啊 中纪委的时候都在贪污 所以他贪污的时间呢 正好就是跟王岐山在一块的时间 所以矛头啊 实际上指向的就是王岐山 而且判的这么重啊 判个私缓啊 实际上就是在警告王岐山 你不要轻举妄动 王岐山呢 当然非常聪明 他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啊 但是呢 作为独裁者 作为习近平呢 他最大的心理特征呢 就是怀疑啊 疑心非常的重 那你王岐山周围的人 有个分催吵动呢 他就认为王岐山有可能模反 包括任志强 那这个是跟王岐山关系 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 任志强后来判了18年 虽然呢任志强跟王岐山呢 早就没什么关系了 但是习近平呢 还是有这个怀疑 还有前段时间呢 这个财经啊 女主编胡舒立啊 画了几个猪头 那这个习近平呢 也是非常有疑心的 这个背后啊 是不是王岐山在唆使的 但是呢 直接抓王岐山呢 现在呢 还没到那个时候 现在呢 先给他们敲山震虎 杀鸡给侯看 把你的大命抓起来 狠狠地判他重刑 然后来吓你 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啊 起码要保证我 按时他给胜利的连任 那对江派 对江泽民啊 曾庆红啊 还有孟建柱啊 也采取这种方式 不直接抓孟建柱 是把你的最大的一个亲信 就是宋立军给抓起来 其实宋立军呢 他提拔的那些人 按照公安部的这个程序的话 那也是合理合法的 但是习近平呢 偏偏就把他打成了一个政治团伙 而且他提拔的那些人呢 很多呢都变成了这个常委 就审委常委级的 那像王立科 最后变成了审委常委 审政法委书记 他的官职啊 甚至比宋立军还要大 那这个就说明呢 这不是宋立军自己啊 能调动的 是宋立军通过 他至上的一些人呢 把这些人呢 全都给调 全都给提关 那就实际上这个 整个那个片子里面呢 讲的是 宋立军背后还是有人 正是因为他背后有人呢 所以他这个政治小团伙啊 都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 中共呢 推出的林润人这个片子 第一集就是个重点 但第一集呢 整个呢实际上啊 把这个宋立军的团伙啊 揪出来 就是给他背后的门建柱 江泽民 曾庆红呢 给他们政治压力 尤其是门建柱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时呢是门建柱 把宋立军呢 从上海调到北京 是这个门建柱呢 给这个宋立军呢 很多的一些方便啊 宋立军呢 可能给门建柱也送了太多的钱 然后呢 帮着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习近平呢 考虑的这个江派的势力 还是考虑的 目前那些政治稳定的因素呢 他不像采取像对付薄熙来周永康 宋政才能的手段来对付门建柱 来对付王岐山 对付曾庆红 对付江泽民 他不愿意这样做 那他采取的方式呢 就是敲山 正虎杀鸡 敬猴 那所以目前呢 宋立军的案子 董红的案子呢 实际上是一个性质 这也显示了 习近平他面临的权力斗争的危机啊 实际上是非常的大 那西平遇到的第三个危机呢 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他的围堵打击打压 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美国 澳洲 英国组成了AUKUS 美国 日本 台湾 在第一岛链呢 越来越加强防卫 尤其是美日啊 在靠近台湾的地方 在靠近中国东海的地方呢 已经加强了军事的装备 军事的基地的建设 那这一切呢 等于是紧箍咒一样 把这个习近平呢 给牢牢的套住 那习近平呢 他为了应对这种危机 划被动为主动呢 在昨天的时候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 秦刚 在接受美国有名的电视台 叫NPI 这是个公共电视台 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台湾问题呢 完全就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牌 他是为了遏制中国呢 他必须要打他一个牌 而且 美国呢 一直在支持台湾的独立的势力 如果美国呢 继续这样支持台独的话 那么 美国和中国将会发生军事的冲突 Military Conflict 他讲这个呢 实际上 让人呢 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也是中国的这些 领导级的人物呢 第一次 用这个军事冲突 来展望中美之间的未来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呢 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啊 这是以前呢 从来没有说过的 那他现在呢 为什么 第一次来讲这个军事冲突 最关键的呢 他就是要学普京 要用武力威胁的方式 来应对目前的 美国为首的国家呢 在台湾问题上 对他的武力的维图 因为中共呢 他不断的在骚扰台湾 那么美国 日本啊 澳洲啊 包括英国啊 这些国家 不断的派这个航母啊 军舰呢 穿越台湾海峡 而且呢 组织这个军事演习 组织防卫 那这一切呢 对习近平造成 很大的一个危机啊 他现在就要 把这个被动的局面 要改变 他要学普京 普京呢 就是啊 他一再啊声称啊 要发动战争 而且派十几万大军呢 在乌克兰 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呢 最关键的是 叫西方国家来接受 他的条件 所以说他的大兵一派 然后他把他的 书面的要求就提出来了 提出来呢 一个呢 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这个是北约 你全都要撤出去 甚至美国的势力 都要撤出欧洲 欧洲 起码一半呢 要归我们俄罗斯 俄罗斯要重归 当年苏联的霸权和影响力啊 这是他的要求 他以为 在乌克兰呢 边境上把这些军队一摆 然后跟白俄罗斯 一块进行军事演习啊 这样进行武力威胁之后 西方就会答应 但是没想到西方呢 也没有答应 但是呢 他造成了一种危机 造成了恐慌 所以说他的阴谋呢 部分的得逞了 他为了进一步得逞的话 他有可能呢 会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 那习近平呢 从普京的身上 也学到很多的东西 就是说 战争这个事情呢 必须呢 要讲出来 要当作一个手段呢 要威胁西方 因为西方国家呢 大部分呢 不愿意打仗 贪图安宜 贪图和平 所以战争呢 那是一个很好的 恐吓的手段 所以说西方国家的围堵打压呢 对新平政权呢 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甚至影响到他 爱是大能不能 顺利的连任 因为国内很多人呢 希望他不能连任 希望他下台 但国内啊 施展不开 大家都指望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 更多的来制裁中国政权 更多的来围堵中国政权 然后外部外交啊 搞失败了 那习近平的党内的地位呢 也会受到损害 所以说外部的这个打压 围堵啊 是非常正确的 非常让习近平呢 头疼的 习近平要应对这个危机呢 必须要想出更高的一些办法 那现在这个办法呢 就是战争恐吓 所以说昨天他秦刚说出这些话 并不是偶然的 是习近平呢 应对他危机的必然的一个反应 那总而言之呢 习近平政权表面上看起来 还比较风光啊 去年的经济 还可以进出口 还不错啊 但是呢 因为他在这个疫情上面 他的这种清零政策 那会导致更大的一些恶果出来 尤其是他在国内进行残酷的增加 他在海外进行不断的扩张呢 已经是天怒人怨 西方民主国家不仅在人权上来抵制他 而且呢 在地缘政治军事方面 正在进一步的来加强力量 加强手段 来对他进行遏制 进行反击 乃至最后呢 把他给瓦解 所以习近平呢 他现在是困熟又斗 他想出很多的办法 来反击这些各方面的危机啊 这只能说明啊 他的危机是现在是越来越重了 他能不能呢 顺利的连任 熬到二十大呢 现在实际上也都要打一个问号了 好 今天我们的评论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